这里已经入夜了 但是当地球迷是非常热情啊 我是汪涛 今天我将和苏东苏制造 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 今天为了大家奉上的是一场小组赛的争夺 对准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瑞典女足 这两支球队小组节目战都拿到了开门红 今天就要来比一比到底谁更红了 已经杀到前场了 对手啊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刚才说这次进攻可以成功 就被他们终结了 现在是阿斯拉尼拿球 对方在自家后院丢球了 机会 这个强断非常关键 没有让对手形成射门 边路有空间 阿斯拉尼 门将证明了自己 这次是开了个短角球 卡内里德 能传出个好球吗 这是一波非常漂亮的连续倒角 直接在进区内用抢断夺回来球权 这次抢断时机卡得非常精准 卡洛琳赛 卡洛琳赛格 防守队员把球破坏掉了 带球向前 组织进攻 拿球进攻啊 组织的不错 但是这一转眼啊 他们就把球权丢了 得到一个界外球 双妹子 往上拿球 好机会啊 但是他都没来得及起脚啊 最后只是一个球门球而已 球回到了他们脚下 能创造出机会吗 双妹子 往上拿球 门将及时做出了反应 角球落点 再进区中间 对方守方先抢到点 菲利巴安格尔达 非常聪明的一次拦截啊 夺回了球权 罗家慧 斯蒂娜布莱克斯特纽斯 好球打门了 守门员死死抱住了这球 咱们并没有吹停比赛 而是判了进攻有力 直接攻门 多好的机会啊 结果就送给对手一个球门球 床上的平局仍然没有被打破 双方都没有创造太多机会 我们来看看控球率 果然也是势均力敌 唐佳丽 她可以继续拉边 绝佳机会啊 咱们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球 进球的回放来了 看看这个教科书一样的跑位 这样的绝佳机会 怎么可能会错过 比赛现在变成了1比0 这一脚穿越球不错 王珊珊 好球啊 她们不但打破了僵局 还很快 就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两个球 再来看一下 她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 整个由手转弓的过程非常流畅 然后她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 拿到这机会啊 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比赛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把球权拿了回来 中断了对手的进攻 直接滑铲 拿回球权 双方还要再打一分钟 唐佳丽 比赛上半场在裁判的哨声中 正式结束了 下半场比赛开始 这次是由瑞典女足从中圈开球 双方对抗很激烈 她已经拿不住球了 摇尾 他们失去了球权 交给了对手 这里怕安格尔达 就是他们的了 阿斯兰尼 赛格拿到球了 好强断 直接化解了危机 王双 楼佳慧 连财 举齐了 接外球 滑铲队员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 化解了这次进攻威胁 反击的好机会 他们没能把球拿稳 反击被对手轻松化解了 他脚下技术非常娴熟 继续带球向前 比赛的常规时间 还剩下三十分钟 这是斯蒂娜 布莱克斯特纽斯 现在是阿斯拉尼拿球 真是一次救世主般的抢断啊 唐佳丽 索菲亚 亚克布松 真公的拦截球回到了他们脚下 这次的机会非常好 他是最后一个放手队员了 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出红牌的 若瑞丽艾 若瑟丽艾果断地将他红牌罚下 这下他的球队啊 要少于人应战啊 不过他是最后的一名 防守队员 这个判罚还是很合理的 是的 尝试打门 要打一个任意球配合 骗过门将 门将老江湖了 没有让他们得逞 对 把球抢回来了 目前比赛的常规时间 还剩下20分钟 斯蒂娜·布莱克斯特纽斯 选择打门 这个球偏的也太离谱了 这根本没有给门将造成任何威胁 连琼尔在哪儿 可能都没搞清楚 只顾发力不看大门 他的防守经验非常的丰富 对对手这个预判太准了 唐嘉丽 王珊珊 千里走单棋的戏马来了 感觉有了 对手的机会很不错 可惜面对的是他 有一个反击的机会 有机会可以试着突破 反击很迅速 只是结果不太理想 配合的不错 他们确实也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差一点就成功了 咱们并没有吹停比赛 而是判了进攻有力 他现在可以在边路好好策划一下 能把握住吗 门将相当稳健 斯蒂娜布拉克斯特纽斯 他有很多选择 支援也到位了 这球能缩小差距吗 哎呀 多好的机会啊 如果他们还想在本场比赛中有所作为的话 这样的机会就应该把握住才对啊 是啊 狗民们在鼓励队员们啊 有机会就起脚 别犹豫 刚才这个抢断十分关键 反击的时候到了 这次反击最终已丢到球权 而结束 他们边路找到空间了 利贝卡布罗姆奎斯特 好 球追回来一个 只差一个球了 比赛也还没结束 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 整个由手转弓的过程非常流畅 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 中场哨声响起 主队在主场获得了胜利 说明天火转弓的决定 说明天火转弓的超过转弓的 勇敢的决定 颠队 大家都看好了